那讲义在这边,然后另外范例在这边 那将来的那个我们的相关的解答了 当然我如果等一下有做一些动作的话 我会把画面一样拍照下来 那放哪里呢?放云端白板画面里面的这个 这边有个资料夹 那这个资料夹里面有关文字函数的 我都把它放在这边 你可以记得这边有一个弹出视窗 那把它弹出一下 也就是说相关的那个VBA 如果你没有弹出你一样可以复制 不过你在这边复制贴过去的话 常常会有一些 就是格式上会错乱 因为它好像贴上去之后 会自动帮你加很多的那个什么空白列 那就会产生问题了 所以建议你要记得 这边右上角有个弹出视窗 那弹出视窗之后呢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 如果你有登录的话 在那个左上角 就是在这边好像会有那个你们登录的 谁有看到的 那另外的话 如果你有登录Google帐号 这边也会显示出来 那另外的话还有就是说那个什么 这边有那个 即时的通讯 像同学有上学有上过课 应该有的都知道 就是可以直接在这边发问问题 或者说你可以把一些 你的公式或程式码 你也可以分享出来 可以从这边 不过前提是你必须要登录 Google帐号 像你们会发现 这边都匿名匿名 有没有 那实际上就是 你没有登录的话 就是匿名 OK 那你如果匿名的话 好像这边没办法做输入 OK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有关那个 我们的讲义里面 提到的这一个 那这个也是常常 各位经常遇到 自传函数里面的那个 就是 计算那个什么 函数里面的数字 数字的个数 那后面的话 它有一个什么 提示 这个提示就是说 请你用那个 code的这个函数 帮你去计算 可是当然 如果你是用 那个code的这一个 你又单单用这个函数 你还是没办法 把这个问题解决 那还有这个 除了这个问题之外 什么叫code code实际上就是编码 那什么意思呢 这个地方你可能 要了解一下 在那个 我们的因为这个设计是 美国那边设计 所以它在制定那个键盘的 键盘或者是做那个输入 比如说数字0到9 它会有一个code的位置 那位置会有数字 也就是它应该放在哪个位置 所以你在了解这个函数之前 你恐怕要了解一个 关键字 叫ASCII 就是说呢 这个ASCII 你可以查那个Google 从那个Google里面 你只要输入那个 这个关键字 叫ASCII 或者你可以查那个 ASCII ASCII 那这个关键字的话 你搜寻一下 当然第一个就是维基百科 里面的话 它当然会跳出跟你讲说 这里面的话 就是什么叫ASCII 它里面有一个说明 实际上就是什么 1967年 实际上就美国恩 他们在设计电脑的时候 而且他们这个是简称 当然他要先什么 制定那个 任何的那个 比如说跟键盘连结的话 那他必须要给它位置 那这里我们重点是说 我要怎么知道说 0到9 在ASCII 就是call 编码的 它在哪个位置 其实上应该底下会有一个编码表 各位可以看到 底下的话呢 有10进位 其实你看那个10进位 2进位 16进位 一般我们是看10进位 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想要知道说 到底那个 就是 0到9 它应该是在哪个位置的时候 请各位往下看 可显示致远 有没有 那底下会有个所谓的图形 就是将来会输出到 你画面上看到的那个符号 那那个符号里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 在10进位的这个位置 有没有 48是0 那9到哪里呢 到57 也就是说 call 它可以帮你做什么呢 可以去了解说 取得的那个文字 它 是不是在48到57之间 如果是的话 那表示它一个数字 但如果不是的话呢 那就它就不是数字了 那道理很简单 所以记得你要记得这个位置 48到57 简单讲起来 就是要在那个编码的位置 是不是在这个之间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利用call 去抓到什么 它的位置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的话 请各位打开那个范例 那这个范例的话呢 基本上预设好像是 预设它里面的那个 是长这样 就是说那个数字跟费数字 不过你在讲那个数字跟费数字之前 恐怕你还是要多 我们用阶段性的来看 那也就是说我在这边呢 我刚刚有贴了一个图 就是说 请各位等一下 字形再加上什么 加上这一些 比如说我们阶段性来看 首字转 首字指的是第一个字 比如说1 抓过来之后的话 它的编码是多少 那再来的话呢 判断是第一个字 是不是在48到57之间 OK 然后呢 数字的个数 另外的话呢 因为如果说你今天 当然不只是第一个字 如果说你要 每一个字都去检查的话 那每一个字哦 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检查的话 那你势必哦 你需要做一些重复的动作 在VBA里面有回圈 可是呢 在Excel函数里面 你怎么去重复动作 那在Excel里面的函数 它其实还算蛮贴心的 它帮你增加一个 所谓的阵列功能 阵列哦 所谓的阵列就是说 它会让你一直重复 去把其他的字 通通都检查过 可是这个在一个那个什么 资料编辑里面 一个公式里面要全部完成 并不容易啦 你必须要透过什么 Ctrl Shift加Enter 不知道哥们有用过了 在Excel里面还有阵列功能 但是我发现很少人会这样用 为什么因为不好理解啦 当然这是一个方法 等一下我会讲 那如果你用那个阵列的方式来做的话 很快可以知道 总共有几个数字 你会发现Excel 这里面有没有数字 没有 那非数字的个数 当然就是 就是五个啦 OK 然后呢 在125公斤里面 有三个是数字 有两个不是数字 OK 那我们阶段性来看 那怎么样 逐步的完成 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 请各位一样 就是把这上面 上面打个栏位好了 那这个第一个问题是 手次 把里面资料先删除好了 OK 这个是首key的啦 当然如果说 你不懂的一些方式加快你的速度的话 以前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 怎么办呢 恐怕真的是头大了 OK 因为常常遇到啦 你只是要里面的数字 比如说你只是 那怎么办 又有英文 又有数字 然后又有中文 哇 惨了 那你要如果只是需要数字部分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你当然需要做一些判断 所以第一个 那我们在这个里面 它抓的话 只能够抓第一个字 所以 不是抓第一个字 它只能一个字 一个字来判断 所以我今天呢 假设说 我今天需要抓第一个字的话 那抓第一个字呢 一般你可以用文字函数里面 的 哪一个呢 那你可以用laps 或者是我们可以用mid mid是说呢 我从这个字串里面 抓一个字 比如说抓e出来 那怎么抓 第一个告诉它说 我的原始的资料在这里 那我从第几个字 第一个字 我要抓几个字 抓一个字 这样的话 它会把e帮我抓出来 e sale 抓e出来 OK e出来 可是呢 那我今天想要判断说 我第一个字 它的编码位置在哪里 那我怎么判断呢 在你可以把mid先剪下来 剪下来之后的话 然后你再插入一次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要去找到它的编码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call 也是在文字里面的 这个应该c开头吧 底下当然也会跟你讲说 那你要给我一个文字 然后呢 再来就是文字串的什么什么 它只会 如果你是一串的话 它只会抓第一个 然后呢 此一字码 根据就是您的那个目前的什么 资源级 实际上就是它的位置 是第几个 旅证回来的话呢 我把刚刚的贴上 它会跟你讲 1 是在69 OK 1.69 那对不对呢 其实你也可以参考什么 刚刚aski里面 aski code 里面的1 里面有没有1呢 有 在哪个位置呢 各位可以看到 再往下这边找 a b c d e 找到了 有没有 是不是69 没错69 OK 那也就是说 在英文的位置 其实大写 一定是65 到多少呢 65往下 应该是到90 但是特别注意 因为那个英文有大写跟小写 所以 如果将来你要区分那个英文字的话 恐怕 要不就是全部 因为英文是65到90 还是大写 那小写的话是97 一直到122 所以呢 英文 假如说你有中文 有大写 有小写的话 怎么办 一般有一种方式 就是全部都转大写 要不全部都转小写 再来判断 这样你只需要判断一次 可是如果你没有这样做的话 你变成你要判断 大写跟小写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那当然回来是69 OK 那我们按确定之后的话 这个可以看 那底下的话向下填满 那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都是第一个字 1 它的位置是69 这个1 2 3 4 1 它是49 49刚好在我们的什么 48是0 49是1 那C的话呢 刚好67 那特别注意 你看Noki 中文有没有发现 中文是49000多 OK 为什么呢 因为主要的 它已经超过了那个编码了 那现在就是说呢 如果是中文的话 它会放在原来编码之外 比较远的地方 那个叫unicode unicode的编码的话呢 那这个数字就非常的大 如果是中文的话 那如果是B的话是66 OK 那以此类的最大 所以第一个我们先了解 第一个字 那你想说老师 那可是我要知道全部啊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做一些事情 让它可以帮我把每一个字 每一个字全部都抓出来 那接下来的话呢 判断是不是在45跟57之间 它是不是一个数字 我们先针对手字啦 那如果要判断的话 那我们还可以用什么 用if来判断 或者是说呢 用ifl 插入函数 这个地方判断的话呢 你可以插入函数里面 找到那个逻辑里面 有if啦 那其实或者是你可以用ifl ifl的话呢 就是说呢 多一个什么逻辑判断 true或force OK 然后 再来各位可以想想看 到底有几个数字 那你抓到一个 那如果你要抓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一直往下抓的话 那怎么怎么做呢 OK 这个地方的话呢 当然 如果没有更好的方法 你可能 就 就会有一个平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所谓的阵列 阵列来解决 我想各位先试一下 第一个 首次先转那个 编码部分